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赛德杯上发生了爆炸性的场面 麦克罗伊指责对手的球童不公平比赛 气候安全是在热浪中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降温 掌握蜘蛛丝的力量的探索 波斯特科格鲁的热刺依靠运气打破了对利物浦的诅咒 蓝鸟队在周六输给了光芒队 魔术数字仍然是1 焦点转向与西雅图的外卡争夺战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在赛德杯上发生了爆炸性的场面 麦克罗伊指责对手的球童不公平比赛 澳洲ABC 卢里 麦克罗伊在赛德杯的第一场比赛中输了 然后失去了冷静 指责帕特里克 坦特雷的球童乔拉卡瓦在他关键推胆前挥舞帽子 挡住了他的视线 麦克罗伊在俱乐部外明显愤怒 队友谢恩 洛瑞不得不护送他上等待的车辆 这一事件可能会给最后一天的单打比赛增加紧张气氛 目前欧洲队以10.5比5.5领先 还需要4分才能夺回奖杯 麦克罗伊表示 这一事件只会给他增添动力 气候安全是在热浪中为低收入人群提供降温 为爆 澳大利亚需要扩大气候安全房间的概念 以保护脆弱居民 澳大利亚国际大学发现 从2006年到2017年 有超过36000人死于高温 当地社区组织J-Long Sustainability的一个试点项目发现 通过加装防风 隔热材料 高效逆循环空调 和太阳能电池板 可以将高温带来的不适程度 降低75% 该项目还报告了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改善 家庭活动的增加以及减少看医生的次数 掌握蜘蛛丝的力量的探索 为爆 蜘蛛丝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材料 比钢铁更坚固 比橡胶更有弹性 科学家们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在努力发掘蜘蛛丝的潜力 近年来的技术进步 使我们离实现其全部潜力更近了一步 1990年 科学家们首次测序了蜘蛛丝基因 到1997年 他们就在实验室里酿造出了人公丝 2002年 科学家宣布 他们在哺乳动物乳腺细胞内 培育出了蜘蛛丝 然而 蜘蛛丝的纺织仍然成本过高 而且蜘蛛在圈养中并不实际 因此 科学家们已经将重点转向 培养实验室中的人公丝 研究人员利用基因工程的 大肠杆菌和加残 来产生可以加工成纤维的丝蛋白 尽管一些早期试验有所希望 但目前还没有生产出 价格实惠的丝绸纺制品 2019年 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与北面合作 推出了首批商业化的蜘蛛丝服装 但只通过抽奖方式 向少数人提供 蜘蛛丝防弹夹克也没有实现 因为丝的强度与其弹性有关 无法有效阻止子弹 相反 研究人员现在正在研究 人工蜘蛛丝的更加精细的应用 例如用于皮肤移植的支架 用于外科植入物的低过敏性涂层 以及用于异服食品的有机涂层 虽然完全实现蜘蛛丝的应用 可能仍然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但公司正在大力投资 使生物工程医用蜘蛛丝成为现实 蜘蛛丝继续激发和吸引着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其在革命医学方面的潜力 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和期待 波斯特科格鲁的热刺 依靠运气打破了对利物浦的诅咒 悉尼先驱晨暴 热刺在周六以2比1击败利物浦 结束了他们长期以来对该队的连败记录 尽管有一些有争议的裁判决定 和利物浦的乔尔 马蒂普的乌龙球 但热刺在最后时刻打入一球 确保了胜利 虽然表现并不完美 但热刺主教练安吉 波斯特科格鲁对结果感到满意 并赞扬了球队的斗志 利物浦主教练尤尔根 科洛普对结果感到失望 但赞扬了球队的拼搏精神 并表示从比赛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蓝鸟队在周六输给了光芒队 魔术数字仍然是1 焦点转向与西雅图的外卡争夺战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蓝鸟队在周五 击败了坦帕湾光芒队后 凭借一个魔术数字1 即将确保晋级季后赛 如果蓝鸟队赢得最后一场比赛 或者休斯顿太空人队 在周六和周日输给亚利桑那队 蓝鸟队也可以进入季后赛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 如果这四支球队最终都以89胜结束 西雅图将赢得美联西区冠军 休斯顿将获得第二个外卡席位 德克萨斯将获得最后一个外卡席位 而多伦多将被淘汰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是关于麦克罗伊 在赛德杯比赛中的指责 他认为对手的球童 在他推赶前挥舞帽子 影响了比赛 这场爆炸性的场面 为最后一天的比赛 增添了紧张气氛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精彩表现 接下来是关于澳大利亚的气候安全室 他为低收入人群 提供了降温的解决方案 这个概念的 扩大可以保护脆弱居民 免受高温的伤害 通过加装防风 隔热材料和高效逆循环空调 可以显著降低高温 带来的不适程度 这个项目还报告了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改善 以及减少看医生的次数 可见 它的实用性和益处 我们还了解到了 关于蜘蛛丝的探索 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发掘蜘蛛丝的潜力 虽然蜘蛛丝的纺织仍然成本过高 但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更多精细的应用 如用于皮肤移植的支架 用于外科植入物的涂层等 尽管完全实现蜘蛛丝的应用 可能仍然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但我们可以看到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对其在医学方面的潜力充满了期待 在体育方面 热刺在对阵利物浦的比赛中 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连败纪录 取得了胜利 尽管有一些争议 但他们在最后时刻打入一球 却保了胜利 虽然表现并不完美 但热刺主教练对结果感到满意 并赞扬了球队的斗志 而对于利物浦来说 虽然他们输掉了比赛 但主教练表示 从比赛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多伦多蓝鸟队 他们离晋级后赛 只差一个胜利或者对手的失利 他们的焦点 现在转向于西雅图的外塔争夺战 如果多伦多蓝鸟队 能够赢得最后一场比赛 或者休斯顿太空人队 输给亚利桑那队 他们将成功晋级季后赛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希望大家喜欢 请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我很期待与大家的互动讨论 谢谢观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六度简报 三度简报 二度简报 三度简报 三度简报 二度简报 三度简报